來,各位學員,大家好! 好! 好,我是Lagio老師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有關於Agile 那其實Agile的話是最近比較新奇的一個證照 那突然間變得很熱門 那在前幾年的話,其實學習台灣的Agile人數其實很龐大了 大概有一萬個多人 但取得Agile的一個證照的人卻很少 大概只有一百個而已 那我們這邊觀察了一些趨勢 讓常常來去開發這張證照 那實際開發之後,你才發現說 這張證照的話是跟P&P互補的 那為什麼互補? 我們在今天來跟大家解說 所以你如果本身有P&P的部分 你在職場的話已經有所謂的一個很好的一個駕照 但是在一些靈活應用的手法是在Agile 所以它可以創造你職場的一個核心競爭力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什麼是Agile 好,那在全世界有關於說 這個敏捷專案管理的體系 我們叫Agile 總共有六大體系 我們的口訣叫SuperXL 然後CDF S就是GRAM 然後XP 然後L就是LIN 然後再來的話Crystal 然後DSDM 跟FDD 這六個常見的一個體系 好,那這些體系呢 其實大部分都是for軟體開發 是用來開發軟體而已 然後它經過一、二十年這樣演變 不斷的逐步完散 然後到現在為止 其他已經可以適用於說各個產業 於是PMI 這時候它就把它所有的體系 把它集成一個這個總和的一個證照 我們叫做PMI ACP 然後這ACP就是Agile Certified Practitioner 基本上它不只是給專經理考的 甚至你今天是成員 或者是Scrum Master 或者是Product Owner 客戶端 你今天都很適合來去考章證照 好,那PMI 跟其他的一個體系 最大不同就是 它把它定位成說產業通用 這很重要的一個特性 跟PMP一樣 它並沒有定義說 我PMP只能再給軟體開發 而是這個每個產業都可以使用 那至於是的話 它就大開方便之門 所以在很短的時間 全世界有到現在為止 開發下來 已經有5000多個PMI ACP誕生 那台灣比較少 台灣大概只有100個 那人數很少的原因的話 主要是英文考試 只有英文考試 因為台灣考生很怕英文 所以就算我有能力去考Agile 他也忘之卻步 那在Agile本身 是PMI所有的發展證照 發展最快的 他前面不是 在PMP之後 他就有推出很多證照 包含學生在考的CAPM 包含很高端的PGMP 還有RMP 還有PMISP 排成經理 可是沒有一張證照 發展比他快 他是所有的 是攀升最快的 5000人 那這樣趨勢呢 老師可以大膽的估算 好大膽的預測 他未來會是 我們做Agile證照的主流 也就是說 過去做的很多 Scrum的證照 他們可能推一二十年 可是他一二十年 他所有的人數加起來 不過是十幾萬 但是PMI按照這樣的速度 不用幾年 他這裡超過十萬個人口了 好 因為在Agile本身 他的一個認證 是屬於很寬的 怎麼叫很寬 比如說我現在做 Scrum的一個認證 我只會這個體系 但是在Agile他今天在這個認證 他就認證了剛剛那六大體系 OK 你都會 那而且你現在如果 在做Agile的專案的話 也許你做一年 那一年 你在所學習的內容 只是這個證照的 一小部分而已 所以大概你在 平均做了三年之後 你才會有這樣的一個 Agile的一個 證照的一個專案經驗 OK 所以這是在於說 他的一個這個趨勢 那他的一個定位多高呢 假設PMP是435元 那Agile他考試費用呢 對不起 PMP是405元 那Agile考試費用 他把它定位成435 那一定是比較好的證照 他才會定位比較貴 比如說學生在考CAPM 如果他定位成說 430元你會不會去考 他不會去考 所以一定是比較貴 比較好的證照 他價格會比較高 好 那你問我說老師 那你PGMP多少錢 其實PGMP是800元 好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說 這樣他把定位說 是在PMP之上 好 所以他的這個定位 或者在他稀有度 他的趨勢的話 其實他就是屬於說 一個名字之心的一個證照 好 那就是老師的一個Agile證照 隆鴻周 很少你知道老師的中文名字 周隆鴻 那他跟PMP證照不一樣 他是這個綠色的 好 那就老師的PGMP跟PMP是藍色的 跟各位手頭上的PMP一樣 但是在Agile跟RMP則是綠色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要去學Agile 好 我們看一下 我們缺了PMP之後 你回到工作崗位 你會發現說 這個PMP的一個 這個手法部分呢 他是適用於說 大型專案 好 可是你學了這個 大型專案的一個手法 你會發現說 很多時候的話 你使不上手 好 那是因為 不是因為PMP不好用 他還是主流 這是因為你的公司 沒有這麼大專案 讓你來去操作 所以你現在所學的PMP的話 可能只適用於說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 甚至更少 OK 好 那在這裡面呢 這是原因說 在大型專案的話 在企業它是佔少數 OK 好 那我們今天再反觀一下 真正屬於Agile專案 它就很多嗎 其實也是很少 因為Agile它是 之前都是做 軟體開發 好 快速變動的一個環境 或是扣需求變來變去的 像典型的 中華電信 不是在推4G 那這個4G的結果會怎麼樣 大家都不知道 這個就很典型Agile的一個專案 就好像一個足球賽一樣 我們都想要贏 但是我們就是沒有把握會贏 所以這樣的一個專案的話 在企業裡面的話 也很多嗎 也不會很多 但是我可以告訴各位的是 其實大部分 都是G域中間 好 是叫它Hybrid 好 各位知道什麼叫Hybrid嗎 以前 開Hybrid的車很少 大概四年前我就 三年前我就買一台Hybrid的車 Lexus的 那Hybrid的車它是這樣 除了我有傳統的一個 吃汽油的引擎 它還多一顆電動電池 你這個汽油引擎在開的時候 它在充電 所以後來我汽油不加油了 這個電動馬達也可以供起動力 所以同時兩個動力 讓這個汽車同時跑 那你在這個兩個動力在跑的部分的話 一折你會很省油 二折你跑的速度比傳統的車還快 因為你是雙動力在並行 OK 所以像這樣的東西就是Hybrid 那想像說 你現在在做專案的一個經歷 那你只要用一半的一個力氣 就把它可以把你現在專案做得更好更快 這就是Hybrid OK 所以在未來的一個 這個專案的趨勢 這是屬於Hybrid的一個專案 所以假設各位本身已經有PMP 然後再加上你有R9部分的話 其實你本身就是一台Hybrid的一個專案經理 好 那老師培育了八千九百個PMP了 所以在未來的Hybrid專案經理的話 就會變成是所有的主流 好 那在PMP它跟R9是完全互補的 OK 那PMP是骨幹 怎麼說呢 比如說PMP它很注重五大流程跟十大知識 這真的是 這個 這個骨架分明啊 竟然有序 OK 這是很多 很多專案急不上 所以為什麼PMP之所以 可以成為全世界的主流的話 就是因為它這個嚴謹的一個知識體系 好OK 但是這樣的知識體系 它是否一些大型專案 比如說像一些武器工業啊 工房工業 衛星工業 他們把它這個傳承到民間去 變企業再使用 所以它是否大型專案 然後它是目標導向 好OK 然後它非常重視計畫 可是呢 在R9剛好是跟它互補 所以假如這個PMP是骨架的話 R9就是這個肉 你要把這個把它填去 讓它可以很靈活的 好這樣去運動 好 所以這是屬於說新興專案的一個趨勢 好 然後是用於說快速變動 好 然後它是價值為導向 好 價值就是 那就是 Always以客物的 有意義的產出 為導向 比如說讓客物賺錢啊 讓客物降低成本 或是讓專案 客物成功 好 然後它還是 還是調式性規劃 那調式性規劃 這個名字在 PMP已經有了 各位還記得一個名字叫 滾動式規劃 滾動式規劃 就叫調式性規劃 的一种,但是不断的去做修正 比如说我现在一个一年的专案 他把它切割成12个小专案 那每次小专案结束之后,他就调整方向一次 调整方向一次,所以各位想到什么东西 想到导热飞弹,我们一般如果武器 他先枪他这样射出去,这个指的就是出去 可是你现在有风向或是这个目标在移动 你就射不到你的物体,那假设你现在是个导热飞弹 你现在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计算你的一个方向 调整,每隔一段时间就计算你的方向 所以计算你的目标是在空中会飞的飞机 其实他还是很有目标性的导向那移动性的一个方向 所以他会很精确的命中那目标 而且就算你环境变动再快的话,他都可以跟得上步调 所以叫调试性规划 然后他非常重视变更 PNP强调的是我不要变更 所以他用很严谨的一个变更管理 来去卡这个变更 让你不要提出来 可是在Agile特意留一段时间一个机制 让客户来去提出变更 让客户来去做调整 因为他是客户价值为导向 所以在这两个加起来的话 会发生说其实他是完全互补的 你除了有过去的一个 这个严谨的一个知识体系 你还有这些灵活的说法 好,那我们现在反观来看 假设你现在只有Agile没有PNP的话 好,那你又很乱 因为你是缺乏体系了 你是在前面动来动去动来动去 好,所以感觉你就是没有架构 没有系统的再往前进 好,OK 所以假如你现在两者部分的话 PNP可以帮你方向约束的很好 让你可以思考很周延 好,而不会有所遗漏 那在Agile部分他在说 在这个短期的一个变化是很快 所以老师教他说 策略决定成败 就是PNP 管理决定盈亏 就是Agile